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 志穎與家人們都無意再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針對這次的意外事件 這會是最後一次公開與大家說明志穎的狀況 很抱歉,這是手術的內容 因為礙於私人的因素沒有辦法跟大家公開 後續志穎也會需要一些時間進行修養跟復原 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觀眾 因為礙於私人的因素沒有辦法跟大家公開 後續志穎也會需要一些時間進行修養跟復原 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觀眾 志穎與家人們都無意再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針對這次的意外事件 這會是最後一次公開與大家說明志穎的狀況 另外也請媒體朋友們給我們一些空間 不再打擾醫院的運作與家人的生活 關於意外發生的經過 二嫂和我有嘗試與志穎對話 想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 但志穎目前的身體狀況 人無法將發生的經過拼湊起來 林志穎抽獲記憶無法拼湊 臉部從建材內固定放胎金屬 第一時間二嫂接到熱心民眾打來的電話 也和先生聯繫上 但未能聯繫向志穎 我們帶著忐忑的心情 隨著二嫂來到醫院後 我們一家人與志穎的好朋友們 才確定了這個令人難過的事實 林志穎22號駕駛特斯拉 行進桃園市盧竹區中正橋自撞分割道 陳若宜在24號發文報平安 Jensen輕微受傷 正在觀察及休養當中 至於林志穎右肩有多處骨折 臉骨也因撞擊碎裂 醫療團隊可能交由延面骨折重建權威 臨口長根醫院院長陳建宗 親自替林志穎進行臉部重建手術 陳建宗接受三例新聞網採訪表示 該手術一般會等到生命跡象穩定 才會開始動刀 因此事故發生後72小時 始終要觀察期 針對自癮目前的狀況 它有逐漸好轉 它目前的意識是清楚的 也能夠進行簡單的對話 接下來在長根醫療團隊的 專業評估下 將會進行手術 後續自癮也會需要一些時間 進行修養和復原 陳建宗透露 目前顏面重建手術 大多都希望一次手術就能到位 治療則採捏固定 其材料大部分為胎金屬 再是傷口的複雜性 考慮需不需要用到3D 列印重建技術 簡單的單一部位骨折 僅需2到3小時就能完成 倘若有3到4個部位骨折 手術則有可能耗時10個鐘頭 關於意外發生的經過 二嫂和我有嘗試與自癮對話 想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 但自癮目前的身體狀況 仍無法將發生的經過拼湊起來 我想要等到自癮身體狀況更好些 才能與相關單位進行說明了 有空 形象可以自癮身體狀況更好